喜图研究所真用真色正点评 今天是我们奇异梳子大赏第二期 这把梳子呢 摆在这里好像是一个小风扇 拿在手里呢 感觉又好像是一个花洒 但是真正吸引我的呢 是不是很多人都讲这个梳子用久了以后 不是很好清洁吗 它这个呢 有一个一键清洁功能 你看N下去 自动就把这个缠我的头发推上来了 哎呀 这个有点意思 买回来以后 我跟同事说 这个好玩 你拿去试一试 他说这个梳子我家里就有啊 第二天呢 他给我拿了一个这个过来 我看了一下 我说感谢你这个好像不错 好像上面还是钢针 你这个在哪里买的了 他说这个是在宠物店买了 给猫梳毛的 我在原地愣了三秒钟 我们还是负责任的把它点评一下 首先呢 它这个除了一键清洁 本身书子也是有气囊的 但是它这个气囊的回弹空间 还是比不上我们平时用的这种 大板气垫书的这个回弹空间这么深 所以如果你用惯了这种梳子呢 用这个会感觉还是稍微点偏硬 另外的话 它这个梳尺的高度呢 不是很高 就是尺不是很长 所以头发如果很厚的人 用可能会感觉有点 不能够充分的梳到里面 再就是呢 它这个面板 梳尺实际上这个面积是比较小 你如果是用过样这种大面积的呢 你会觉得用它可能要梳一个头 要梳挺久的时间 但是这种小面积的也有小面积的好处 如果说你的头发是那种非常容易毛躁 很打结的这种呢 你平时用那种大梳子 一梳下去是很容易扯到头发 用这种小的呢 反而可以一点一点的把头发梳开 没有那么强的拉扯感 再就是这个养宠物的人呢 你也可以来一把 这个俗话说 独乐乐不如种乐乐嘛 你弄一个在床头 一觉醒来万一出现了这个猫的暴温呢 所以呢 这期的这个数字测评就到这里 喜欢强哥的视频呢 不要忘了来个点赞转发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